字幕提供 很忙啊 阿正在做什麼? 今天10月9日 世界遊證日 我們講起記訊 不過我講起記訊 我想起一件事我想說 政府正在做一件事 就是全香港還有59個遊統 這些遊統很特別 他們全部已經在港英時代 就開始做來的遊統 有些差不多有100年歷史 如果這59個遊統 基本上它超過了 英國五代君主 都會有它的揮號 所以現在香港遊證商 他竟然想說 將這些遊統的標誌遮住 為什麼要遮住它呢? 因為他說 回歸之後覺得 跟行政上不配合 所以就說要遮住它 那麼有趣嗎? 其實我覺得 香港政府就不應該 將這些遊統的揮 遮住它 我覺得這樣印上去 挺漂亮 挺有代表性 其實關於這個問題 其實我也有些事想說 第一 其實你可以 剛才你也有說到 其實這些揮號 其實是代表香港的歷史發展 其實不同的君主 就馬乎不同時間的一些遊統 其實這也反映了香港歷史的發展 所以我覺得如果這樣遮住它 其實本身對歷史來說 我覺得是挺不尊重的做法 還有另一方面 曾經有個遊證以前的高級官員都說過 一件物件 其實它不是用來 由實物去服侍任何東西 所謂的政權 所以我覺得其實這些揮號保留在這裡 其實本身是一個歷史的見證 你如果想承認歷史的話 你應該是去把它保留下來 而不是把它借掉 而第三 其實很多時候 我都覺得有個問題 都要深思的 就是說 香港現在經常很想說 一些歷史保育 但是你將那個油桶拆掉它 你放它在博物館裡面 其實這是不是一個好的做法 你放了它在博物館 當一個將來的人進去 他就是看到有一個油桶 油桶上面有一個揮號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揮號呢 為什麼它會坐落在那個地方呢 其實全部都沒有了 其實這個就是 一個歷史保育上面很大的問題 很多時候就是 將社區的歷史 和油桶拆掉了 其實這個也不是一個 學習歷史好的方法 所以其實在這件事上面 如果香港的遊證真的這樣做 我覺得其實是一個很遺憾的事 是呀 嗯 我也覺得 如果你是想將一件事保育的話 就要 努力地保存它現在的樣貌 而不是將它移去 放進博物館 然後給人們觀賞 這樣就可能違反了保育這個意思 嗯 是呀 嗯 不說了 我還要趕著來記信 好了 拜拜 拜拜 拜拜